晚上八点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神周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实施情况 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王兆耀透露 我国的载人登月计划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兆耀表示 在完成神器任务之后 我国将突破载人航天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汇对接技术 然后再研制发射空间实验室 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初步计划是在2011年左右发射一个空间目标飞行器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简易的一个空间实验室 之后呢 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 与之对接 进行教会对接实验 初步规划在2020年左右建成载人空间站 王兆耀说 在实现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目标之后 我国航天人将走向星际空间更遥远的地方 载人登月是高科技中极具挑战性的领域 又是一个战略性的高科技领域 我国有必要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中国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 能够实现登上月球的宏伟设想 但是何时实施这项工程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还将组织专家进一步的认证 充分认证为国家的决策提供支持 充分认证为国家的决定